这阵子RTX3000刚刚发布 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美国国网上的文章啊 比中国国网上要详细很多 然后也给了很多的细节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它美国国网上这篇文章 然后呢这个视频的话 内容质量够高就行了 制作形式呢可能简单一些 大家就别挑了 好那咱们就正式开始 首先呢它标题这一块 下面有一些关键词 大部分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像是这个安培啊 然后这个RTX啊 公版显卡啊这些 还有什么DRSS啊 但是这出现了一个新技术 没有见过的 这个NVIDIA Reflex 这个Reflex在英语里头它有反射的意思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 就是神经反射啊 条件反射里头这种意思 那其实我估计这个的话 可能是和延迟有关的一个新技术 一会儿往下看估计会写 它这张照片设计的很有意思啊 因为它这次80和90都是有了一个 外观上的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采用了一个新的风扇设计 它这个图里面呢 后面有这么一个镜面 就把它背面的这个风扇结构 然后也给照出来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结构就是 两个风扇 一个是贯通整个显卡的 下面这个是贯通整个显卡的 然后上面的这个呢 是和以前一样 只放在上部的 只吹一侧 然后接下来往下看啊 就是说它这个新显卡呢 在这个光追 还有这个Tensor Core 都是有升级 一个升级到第二代 一个升级到这个第三代 Tensor Core这个第三代的话 它应该是第一代应该是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某一个泰坦 某一个泰坦采用的第一代的Tensor Core 用来搞这个深度学习 然后retracing这个光追的话呢 就是消费级的20和30 然后这个流处理器也是升级了 但这个都是常规升级 每一代都升级的 接下来这一段 他讲了很多关于他升级亮点的地方 然后比如说他这个24G的显存 这个的话应该是3090的 他特意强调这个是第一次在游戏级别的显卡上 应用这个24G的显存 以往这种大的显存呢 都是用来进行深度学习计算的 然后这有些模型啊 会需要比较大的这种显存 但是呢 现在他应该是要追求一个更高高分 然后加高帧率 这样的一个游戏体验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需要更大的一个带宽 所以说他给3090也配上了这么大的显存 那估计他也要升级这个显示传输协议了 然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 他这个显存的升级啊 不只是容量扩大了 而且显存本身也升级了 那个RTX TETA的话应该是GDDR6 他现在是带了一个X 所以说从显存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这个3090的显存比TETA还要强 比上一代TETA还要强 然后的确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显示传输协议的确是升级了 升级到HDMI 2.1了 原来都是2.0的 2.0的话就是4K 好我印象里头是只能支持到这个60fps 2.1的话就不知道了 肯定这个帧率要升的 他这也强调了高帧率 然后而且还能支持8K了 这个协议应该是支持到 在8K分辨率下达到60fps 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以前从来没有过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新的GPU支持这个AV1编码 这个AV1编码呢 应该是专门为直播推流优化的一种编码 然后他后面也说了 就是支持用更少的带宽 然后来看更高清的内容 最后的话他就是强调了这个公版显卡呢 会有他最新的这个散热设计 就是我刚才在这张图片里头说的这个 一个风扇贯通整个显卡 然后另一个风扇 然后还是像以前那样装在一侧 接下来这段呢 他就提到了我们刚才最开始说的 那个NVIDIA Reflex这个技术 的确是减少系统延迟 毫秒级的游戏相应体验 除了这个呢 还有一个是NVIDIA Broadcast 这个应该也是为直播来做的一个软件 可以把任何方间变成一个直播工作室 这个应该就是类似Zoom那样 通过AI算法 然后自动把人和背景分离 不需要绿幕了 就能完成扣像 把人从背景分离出来 这个在很多直播场景下会用到 看来就是英伟达这一次 在直播上下了不少功夫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英伟达 自己的这个DLSS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智能超彩 这里就是强调能第一次 通过这个3090这个显卡 能实现8K游戏了 现在我们还一直在挣扎 这个4K游戏呢 人家都已经推到8K了 顶级的这个 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NVIDIA Studio 这个的话应该是专门为 创意生产 就是内容生产者 做的一个应用 然后这就提到了说 大家来看这个视频嘛 来看我们这个 黄仁勋同志的这个视频 小笑脸 然后关于这个发布会呢 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就是我们这个黄仁勋同志呢 他最开始啊 管这个新系列的显卡呢 叫做BFGPU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BFG的话 在毁灭战士里头 是一把枪 然后叫做Big Fucking Gun 我翻译的话呢 就是这把枪的名字 就叫做侦探娘的梦 明显我们这个黄仁勋同志啊 这个BFGPU 肯定是受这个名字的启发 他觉得自己这个显卡啊 已经可以大杀特杀了 然后所以说就起了这么个名 但是呢 人家是个文明人 然后所以说呢 人家就把这个F呢 变成了Ferocious 变成了凶猛的意思 从这个名字啊 就能看出来 黄仁勋同志啊 这次是真的对这个显卡 非常的有信心 大杀特杀 我的个妈 因为我现在在用一块RTX泰坦 做运算嘛 所以说RTX泰坦 我还是比较熟的 RTX泰坦的话 核心应该是 CUDA核心应该是4608个 现在3090啊 直接把这个CUDA核心 标到了1万多个 然后3080和3070呢 也都比RTX泰坦的CUDA数要多 这个CUDA核心呢 和它这个运算速度啊 肯定是正相关的 越多的话 肯定速度越快 那现在看的话 这个这回好像是新采用了 一个三星的8纳米架构 就说明这个架构啊 可能真的是非常了不得 然后显存这一块的话 刚才说了3090是提高到了 泰坦的规格 3080呢 也给升格了 升到了10G 我记得80这个产品线的话 应该一直都是8G的显存 现在也给升格了 70的话 也给升格 升格到了8G 这次这个提升 真是挺明显的 所以说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黄仁勋同志 管这个GPU 叫做BigFuckingGPU了 这次的提升啊 真的是不小 而且最重要的呢 是这个价格啊 这个价格的话 699 499 我的妈呀 这个3090呢 1499 之前的RTX泰坦呢 是2499 然后现在来看呢 从现在看到的这些纸面参数来看呢 RTX泰坦应该是大概率 被3090给完爆了 3090的价格还要比RTX泰坦再便宜1000刀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之前出了那么多Super啊 什么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系列的显卡了 应该就是官方已经很明确的要清库存了 这一波的话就是要彻底的升级了 现在经过了之前那些清库存的行动呢 英伟达芯片库存呢 应该是已经不多了 压力比较小 所以才干 涨这么一出 这个升级还搞这么低的价格 真的是不让钱带活了 然后另外讲一个 为什么推出3090的意义这么大 正常来说的话呢 按它的这个配置级别来看的话 它这个绝对是一个泰坦级别的配置 然后泰坦这个级别呢 就像我平常用这个泰坦RTX做运算的话 我之前有一次连跑过一个月 那个时候的电费是多少呢 一个月750块钱 也就是说呢 有需求去跑运算的人 其实对于这个显卡 因为我们用这个显卡 就已经要花这么多钱了 所以说我们其实 对显卡的价格不是很敏感 所以说这一块呢 它定价 它可以定的很高 它利润空间就很大 所以说这一块呢 从来英伟达都是 所有的泰坦系列啊 都是指出公版 就是说英伟达本身 它是一个卖芯片的公司 它生产公版显卡 只是打个样 它不靠这个赚很多钱 但是呢 泰坦的这个芯片 它是不卖的 它是要自己留着生产公版的泰坦显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块 它利润空间定的很大 然后所以说 现在出这么一个消费级的3090呢 就意味着 它会把这个显卡 卖给第三方的显卡厂商 它如果要是这样做了之后呢 这个系列 现在它定的1499 未来第三方厂商 可能会给它价格定的更低 然后或者说呢 把它的这个频率拉得更高 也就是说 把这个性价比进一步提升 所以可以说英伟达呀 把这一块利润空间呢 分享给这些第三方厂商了 如果要是再推出泰坦系列的话 应该是性能会更加的强 那这个性能的话 现在3090都这么强的话 这个新的泰坦的性能 会恐怖到什么地步 就不好想象了 其实从这呢 我们就能看出来 技术垄断的这个意义了 像英伟达的话 现在在游戏这一块呢 就是DLSS 还有这个光追 光追核心 要注意哦 这个光追技术啊 其实它不是英伟达的 现在搞得好像光追技术 是英伟达的 实际上英伟达只是为光追技术 出了一个retracing core 它单独相当于出了一个硬件结构 来高速的进行光追预算 实际上呢 这个光追是微软的 现在其实AMD也在做光追 但是呢 它的光追实现的 就没有英伟达的这个光追核心实现的好 英伟达相当于在这两块呢 就是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技术壁垒 然后这才是游戏这一块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CUDA CUDA的话就是科学运算这一块 像tensorflow啊 然后Pytorch啊这些 如果使用英伟达的显卡呢 就直接一键安装就行了 人家都是基于这个CUDA库啊 已经编译好了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技术垄断 技术壁垒 它因为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它这些高端的显卡啊 就是泰坦这些东西 它卖多高都得有人买 因为啥没有竞争对手 所以说英伟达这个公司啊 要说让它倒闭的话 那应该还是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然后这呢就列了 我刚才说的那些第三方厂商 像华硕啊 七彩虹 EVGA 这个是什么 更生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牌子 技嘉 微星啊 佐泰啊 这些都列出来 这些就是第三方厂商 他们的话呢 他们买英伟达的芯片 自己生产这些板子啊 还有这个散热结构啊 这些 魔改啊什么的 有的时候呢 他们会把价格压低一些 然后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在同样的价格上 再把频率拉高一些 反正就是第三方厂商的话 会把这个性价比进一步推高 然后这呢还提到就是说 买显卡还会送游戏 送一个看门口 不过这个都是常规操作了 以前的话也都是高端的系列 像七零八零啊 都是送游戏的 而且那个时候还送的选择比较多 现在的话 估计后续还会再增加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还会送一年的 GeForce Now的订阅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其实就是英伟达一直在做 那个云游戏 但是好像说 据我所知啊 在国内的体验好像不是很好 在国外的话 网速购的话 好像体验还不错 这一段呢 就是在介绍这个公版显卡了 然后这儿就是讲了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它最新的这个风扇设计 的确就是和我刚才说的那样嘛 就是有一个在 有一个风扇在左边的正面 然后还有一个是 在另一边 右边这个地方整个贯穿 像以前的话呢 它风扇应该都是 都是在这个正面 放两个风扇 然后这样吹 然后现在的话就变成了 一个往这边吹 一个直接吹贯穿 但是它这个设计的话 从它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很可能是 它很可能就是说 把这个显卡 整个的这个电路部分 给压缩到这么一小块 然后这一边看起来 像是整个做了个风扇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它应该是把这个显卡 压缩了不少 如果要是压缩这么多的话 实现这样一个设计 也是挺复杂的 也是挺厉害的 一会后面看看 估计后面会有详细介绍 但是它这个设计的话呢 我会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这个位置 是CPU在的位置嘛 它这样吹的话 其实那很影响 CPU的散热 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有点自扫门前雪 这个样子的话 可能对整个机器的话 会有一个负担 但对它来说的确是好 为什么呢 它本身散热鳍片 它是这样一个结构的话 以前的话风扇 它相当于只能这么吹 然后现在的话呢 它相当于在这儿 又加了一个风扇 就相当于从两个方向上 给这个鳍片降温 它里面显卡的这个芯片呢 肯定是的确散热 效果要好得多了 但是我就是担心 这个地方 这个CPU可能不好过了 接下来这一段呢 英伟达就对这个 新显卡的设计啊 给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现在看呢 它的确是 把这个电路板部分 给缩小了 much smaller 然后它把这个NVLink啊 还有这些电源转接器啊 都给压缩进去了 都给压缩到这个 里面这一小块了 多出来这一块 就用来放一个完整的风扇 下面这段呢 它就是把我刚才提到那些点 给详细的解释了一下 acoustically 就是从声学上 它开始从声学上讲了 它就是说这个新的设计呢 更加的安静 然后呢 还能有前代两倍的一个散热表现 就是说实现了更好的散热 同时呢 噪音还减少了 哦 其实这个的确是可以想见的 因为说它右边的这个风扇 它是相当于整个贯通式设计的话 那它的确不像以前的话 它整个这个气流 它是要摩擦着这个电路板走的 它直接贯通的话 那声音肯定小 然后最后就是一句总结 这个新的设计呢 最大化了空气流动 把温度降到最低 同时呢 又带来了最高的性能表现 这个就是自己吹自己了 先接着往下看吧 这里就是说这个卡 公版的显卡 70 80和90 现在就已经可以在官方网站上定了 接下来呢 就是从三菱系列整体来进行一个介绍 估计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这些新技术了 这个地方第一句话就是说强调了 这个三菱系列呢 是通过了一系列最新科技 最新科技 还有20年的对游戏显卡的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是研发 研发了20年 强调自己这个科技含量 这提到呢 就是说现在只是给出了亮点的一个概述 给出了一个overview 然后呢真正的这个详细的细节呢 会在9月17号 9月17号发布一个白皮书 然后在这里头呢 会给出每一个新显卡 新技术的这个exhaustive detail 就是会给出大量的细节 这个到时候我们有机会 可以再一起看一下 然后照惯例呢 首先呢肯定是介绍这个流处理单元 因为这个呢是整个显卡的最基础的部分 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应的是什么呢 基础算力 这个的话就是一切运算发生的一个地方 像那些光追核心呢 还有就是Tensor核心啊 那些东西都是一些花火 这个的话是实打实的基础 然后他这里呢就是提到 新单培架构呢 把这个FP32的计算速度提升了两倍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提升了两倍 这就是说基础算力啊 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看网上都说3070 好像说能干掉2080碳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个两倍的这个FP32的算力提升 FP32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计算机的话 它都是用0和1表达数字的 FP32的话 我们的小数呢都是按照float浮点型 32个这样的数字来存储的 0和1 然后 FP32呢就是指的对这个类型的数字 我们进行比如说 A等于0.01 B等于0.02 这些A和B之间啊 进行加减乘除这些运算啊 指的就是FP32的计算速度 所以说这个的提升呢 才是真真正正的这个显卡的硬实力的提升 这呢就给了一张这个芯片的照片 然后这列了一些细节啊 280亿个晶体管 这里给了一些算力的数据 然后呢 GDDR6X这个显存呢 是美光这个公司生产的 然后整个架构呢 是三星 三星生产的芯片 8纳米的新制程 和前几代一样啊 三菱系列呢 也是提高了这个performance per watt 就是说每瓦的运算能力 也就是说我产生同样的发热 然后我的计算性能呢 会得到一个提升 同时呢还提到了 它现在有PCIe 4.0了 还有一个18项的一个供电 哦 刚才有一段好像提到过这个事情 哦 在这里 这儿提到了 就是说它现在的供电是18项的 18项的话和以前的 其实就不一样了 以前的话好像是12或者多少 但是呢 他这儿他说了 就是说他有提供一个转接器 所以说我们即使不更换电源 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就是强调了一句 即使是不超频啊 这个三菱系列能提供的性能 也是非常强劲的 这里就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指标 就是说相同发热量产生的性能呢 提升到了原来的1.9倍 相比这个 它是架构之间才能这么比 相比图灵架构 安培架构提高的这么多 所以说这一代三星的这个新制程 带来的这个架构提升啊 的确是非常大的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原来的图灵的话 它是到24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应该是比的 就是消费级的 也就是说图灵的话 消费级是2080Ti顶天了 然后但是安培呢 它出了一个3090 这个320啊 对应的应该是3090 我记得它好像刚才在哪看到了 它的功率好像是350万 所以说因为它推出了这样一个3090 就是以更高的一个功耗呢 也实现了一个更恐怖的性能 讲完了这个流处理单元呢 接下来它就开始讲这个最近推出的这个新的技术了 从20系列开始的 这个光追核心 还有这个Tensor核心 Tensor核心的话是第三代了 应该是 刚才我也说了 第一代应该是某一个泰坦 这个是科学计算用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游戏用的 这个地方英伟达官方讲的是很正确的 就是说英伟达呢 它是使得光追成为了现实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给实时光追提供了一个硬件基础 但是光追这项算法本身呢 不是英伟达发明的 而是微软在DX12里头 推出的一项技术 这个技术呢 其实你什么显卡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英伟达的这个光追核心 使得这个算法一下子加速了很多 然后这儿呢 就讲一句题外话 我们之前一直说啊 AMD 然后推出了一些性价比很高的显卡 然后搞得英伟达懵了 但其实呢 这个逻辑关系是错误的 实际上真正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 应该是英伟达 他率先为这个光追实现了硬件基础 这个技术呢 原本是想着可能得几年之后才能成熟 但是没想到英伟达很快就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了 然后AMD呢 他没有像是英伟达这样一下子掏出来一个光追的解决方案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 他就推出一批高性价比的显卡 通过这一批显卡呢 尽快的抢占市场 然后呢 英伟达这边 他其实是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就是20这一代呢 20这一代他其实价格是偏高的 他为什么价格偏高呢 因为他就是要有条不紊的推进他的这个光追技术 他把这套光追的解决方案成功推出了之后呢 30这一代才是他真正要开始走量的一代 所以说AMD他之前推出这一批性价比的显卡呢 实际上是为了应对这个30系列的显卡 他通过这些显卡呢 已经把市场抢占了一部分 所以说最后当这个不可逆的这个大潮来临的时候 AMD呢 还能存活一段时间 虚途发展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逻辑 之前的话 这个逻辑都已经被搞法了 按照这个逻辑呢 英伟达就推出了30这一代 Big Fucking GPU 接下来呢 就要开始在这个显卡市场上大杀特杀了 所以说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很意外的事情 从他之前20这一代的定价策略 包括引入光追这个新技术 就应该已经可以预料到 30这一代啊 会是非常恐怖的一代了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这篇文章 这呢 就是提到 就是说这个光追的性能呢 在30这一代 又提升到了原来的两倍 然后呢 又重新强调了一遍 这个英伟达DLSS技术 这项技术呢最开始推出的时候啊 因为它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嘛 深度学习就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提供的样本越多 我的性能就越好 它的性能呢 和这个数据量是成正相关的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它必然会伴随着时间的增长 会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说到30这一代呢 可以说它这个技术应该是终于走向成熟 包括就是最开始20那一代的时候 DLSS经常会出现很多bug啊 然后像有一些图形显示不全啊 那个都是训练量太小 现在的话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然后也有了更多的游戏数据 所以说这项技术只会说是性能越来越好 然后最后呢 提了一句这个Tensor Core 可以看到啊 其实在这个英伟达的消费级里面 其实科学据算不是特别被重视的 真正科学据算还得是这些V100啊 这些32G显存的这些显卡 这些的话工业级的这些显卡 那是真正做科学计算的 这里呢也是提到整个的这个计算速度啊 提高到了图灵架构的两倍 所以说消费级的科学计算 像个人开发者从这个技术提升得到的好数还是很大的 个人深度学习开发呢 也变得更加可行了 最后这一段呢 它就列了一下这个DLSS 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深度超彩 已经应用的一些游戏 像是这个Minecraft啊 还有死亡搁浅 像这几款游戏的话 它都是DLSS专门为这些游戏去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所以说效果肯定会更好 然后这也提到了 就是说直接去提高分辨率啊 还是要比我们家那些抗锯齿 效果要好得多 然后呢 它就又强调了一遍 我的这个3090可以玩8K 但现在其实像4K游戏啊 都还没完全普及 所以说呀 这个英伟达它是永远站在这个技术的前面 讲完了这个光追核心 还有这个Tensor核心呢 它就开始讲这个显存了 就是刚才说的美光的那个GDDR6X这个显存 这个GDDR6X这个显存啊 是用在90和80上的 像70的话还是用的GDDR6 这他就讲到一个新技术 就是这个PAM4 他说这个技术呢 能够把这个数据速率提高到原来的两倍 有了这个内存速度的提升呢 他再搭配上这个PCIe 4.0 他就能让这个PCIe 4.0 带来的这个带宽提升呢 真正变得有意义 这呢他又给了两张图 来讲他这个PAM4这个新技术 这个图呢 我不敢保证我讲的绝对是对的 从这张图上来看呢 这个PAM4这个新技术呢 他就是实现了把这个信号强度分层 这样呢他就能传输 0 1 2 3 4种信号 相比于原来的话就是01 只能有两种 这一下子的话 那不就相当于数据带宽就翻倍了吗 而且他这个时间上来看的话 他这个周期的时间 好像还是缩短了一些 然后下面这里就说嘛 就是说更高的这个内存速度 然后可以避免计算核心闲置 就是说以前的话 他其实计算核心有一部分时间呢 他是要等数据的 就是内存速度不够 他计算核心已经算完了 但是新的数据还没到 他们只能等着 现在的话因为内存速度也够快了 所以说计算核心这一边永远有活干 这样效率就提高了嘛 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这些软一点的技术了 像是这个HDMI 2.1 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AVE编码呀 这个HDMI 2.1呢 就看懂一点就行了 就是说他提高了带宽 这个提高的带宽呢 使得这个8K游戏变成可能性了 他又吹了一遍这个8K游戏 刚才最开头呢 我说错了 就是原来的这个HDMI技术的话呢 是把游戏的速率限制在了4K 98Hz 但是呢 他现在肯定是2.1的话 HDMI 2.1肯定是把这个数字给提高了 但是具体提高到多少呢 这个地方没有写 他只说了4K可以在高帧率下运行了 但反正其实4K高帧率的话 对我们来说会比8K游戏呀 更有意义一些 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一些 然后接着呢 就是这个AVE的编码 这个地方呢 也简单讲了一下这个AVE的起源 就是说 地球上最大的一些网络公司 一起联合在一起 创造了这个AVE编码 它是一个免授权的 而且非常高效的一种视频编码 这种编码呢 能把这个传输需要的带宽 净到原来的一半 相比于这个之前的这个H264 然后也是使得这个4K和8K内容的观看呢 成为可能了 所以说这个技术呢 其实主要瞄准的呢 还是直播推流 这个AVE编码 刚才开头我们还看到 英伟达专门推出了一个叫做NVIDIA Broadcast 这样一个软件 专门辅助直播推流 可以看到这次英伟达应该是很重视直播这个领域了 接下来这个地方呢 就是重点讲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开头的那个新技术 这个NVIDIA Reflex 的确和我刚才猜的一样 它是一个用来降低延迟的一个技术 Low Latency 这个文章里呢 也提到了这个之前的这个G-Sync显示器 这个就是之前英伟达推出的一套解决延迟问题的一个方案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呢 都知道帧率这个东西 但是呢 其实延迟啊 它是一直存在的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哪怕你帧率再高 但是呢 GPU在渲染游戏画面的时候 它是要有一个排队的 它要一帧一帧的去渲染每一个画面 然后所以说呢 当你开始 比如说你动了一下鼠标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前面其实还排着很多帧画面 还没渲染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要先把这些渲染完 然后才能渲染你鼠标动的那一帧 就是说哪怕你的这个帧率再高 中间还是会有这样一个延迟 像英伟达之前 其实已经推出这个G-Sync显示器了 然后这一次又搞这个NVIDIA Reflex 这个幺蛾子 我估计呢 就是说英伟达 他不是刚才说了吗 他很看重直播 那直播这一块肯定是 他英伟达跟他相关的 那肯定就是游戏直播了 那游戏直播的话 最关键就是竞技类游戏 所以说英伟达他这一套啊 他这个策略 整个路线都是跟着一起走的 他这个延迟肯定也是 降延迟也是为了这个直播服务的 所以说他这个降延迟 应该主要服务的 还是这种竞技类游戏 他这次是真的很想赚主播的钱 然后这个地方呢 他提到了就是说 这个NVIDIA Reflex 这个低延迟模式呢 是有一些游戏能够支持 那我猜呢 就是相比于之前 他这个G-Sync显示器呢 他应该就是 这个NVIDIA Reflex 他相当于给游戏开发者 提供了这样一个API接口 游戏开发者呢 就可以给游戏本身 从这个游戏的底层 就给游戏加入一些指示 比如说 我如果要是收到了鼠标的信号啊 我就自动丢掉前面排队的这些针 然后立刻渲染玩家操作的这一针 假设说他真的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延迟的确会减少很多 再往下呢 就是这个喜闻乐见的这个拼性能的环节了 他自己也说了 那个三菱系列的话 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代显卡了 光追呢 提高到了原来的两倍 然后在这些使用光山化技术的这些旧的游戏里头呢 他也能保证画质全开 最高解析度 依然能有很高的帧率 这张图呢 应该就是这个游戏实测了 从这能看出来就是 基本上就是3070秒一切了 其实这一代这个性能提升呢 和之前就是9多少多少 到那个10系列的那个时候 其实性能提升是差不多的 那么其实这次这个30系列 包括我刚才说的 20是推出一个光追技术 然后推出一个新技术 30开始走量 那么类比之前的这个性能提升呢 其实上一次有这个性能提升的时候 就是1060把980给秒了 那么这一代呢 如果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后面应该3060能秒2080 然后接下来呢 就会进入一个全民光追时代 如果要是我没判断错的话 应该就是这么个逻辑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3060啊 应该是一张质变的卡 可以等一下它的相关消息 然后下面这段呢 就列了一些即将发售的这些游戏 比如说这个一直跳票的 这个赛博朋克2077啊 还有这个卡门狗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已经在和这些游戏的开发者 一起合作了 接下来这些游戏啊 肯定是会专门为N卡优化的 这个也是N卡的传统游士了 专门找游戏开发者 去给自己做优化 从这往下呢 他就开始讲 就是一些热门的游戏 是怎么加入英伟达技术的 估计往下会列一大堆游戏 对的确是列了一大堆游戏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游戏啊 都开始和我们做优化了 其实讲到这呢 又可以讲一点光追的历史 就是说光追这个东西呢 最开始的话 它是只有三款游戏嘛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古墓丽影 还有一个是战地舞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地铁 其实这三款游戏呢 这个古墓丽影 还有战地啊 它都只是部分支持这个光追 只有这个地铁啊 才是完整的支持了 它的那个 Global Illumination 也就是这个全局光照 有这个全局光照呢 才是真正完整的 一个光追的体验 然后这个游戏啊 的确就是进去之后 那个光线的效果 感觉是不一样 像这两个呢 其实看的不是很明显 这个呢 这段历史也体现了 最开始这个光追技术的 这个窘困啊 就是我游戏都开发差不多了 然后你突然说 有这样一个新技术 然后呢 我可能要从底层上 去改很多东西 然后呢 带来的可能也只是说 真实性稍稍有一点提升 其实光线变真实了 对真实性的提升 还是很大的 但是其实从游戏开发者的 角度来看啊 真正玩家在玩的时候 他其实关注的是 人物形象啊 包括你故事情节 像你整个这个游戏氛围 变得更真实呢 其实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 再加上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光追的开发软件呢 设计的也不是很友好 开发者要做的工作量太大了 所以说其实 光追最开始是挺窘困的 但是现在的话 但是现在的话呢 这个Unreal Engine 这个虚幻4发布了之后呢 好像说这个光追的开发啊 变得容易了很多 这就意味着啊 接下来这个光追技术啊 可能真的是要 开始陆续铺开了 这也是为啥我说 这个英伟达啊 其实是一直在按节奏 推进自己的这个产品路线 三菱这个系列 就要开始进入这个 全民光追时代 所以其实自始至终啊 这个英伟达这个公司 他都没慌过 这个黄仁勋同志啊 他一直都是很稳的 然后再往下呢 他就开始讲这个DLSS技术了 然后又强调了一遍这个8K 这个的话 看来高分辨率游戏吧 应该就是类似于 前两年这个光追 就是说他接下来 要发力的一个方向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未来可能又要爆一波 高分辨率的显示器了 像一直以来的话呢 都有一个这个 Andy and Bill Slough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 What Andy gives Bill takes away 这个是啥意思呢 就是这个Andy啊 是当时的这个英特尔的CEO 然后这个 比尔盖茨呢 是微软的CEO 然后英特尔呢 无论做什么硬件升级 比尔盖茨呢 都会推出一些新软件 然后把这个硬件升级 带来的性能提升呢 给耗尽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 就是为什么 硬件领域会一直有进步 像现在呢 其实这个Andy和这个 比尔盖茨的角色啊 都有我们这个 黄仁勋同志一个人给担了 自己啊 又得做硬件 然后又得推广 这种新的游戏概念 不过到头来啊 最后推动的呢 还是这个游戏体验的不断进步 最后其实大家还是受益的 后面这个地方呢 又提到了一个新技术啊 就是这个RTXIO 这个技术呢 它有提到是跟着这个 PCIe 4.0这个技术一起来的 它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提高这个开放世界的 加载速度 就是更大的游戏环境 但是呢 加载时间就会减少 这个还是挺有用的 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 比较喜欢玩单机游戏的玩家 这里就提到呢 很多这个具体技术细节的实现啊 还是要通过这个API来实现 那也就是说呢 还是要和游戏厂商 去深度绑定这个技术 也就是说游戏开发人员 直接在这个游戏的底层啊 就应用这些英伟达这些技术 然后让这个游戏呢 在英伟达的显卡上 可以更快速的加载进来 这就是又和游戏厂商 深度绑定了 这样真的是不让其他厂商活呀 按照他的说法呢 就是说搭载了这个RTXIO 这个技术的游戏呢 可以有更快的加载速度 然后呢 有更大的这个开放世界 同时呢 还会降低这个CPU的负载 也就是说反过来 你CPU的性能又提升了 整体上看呢 就是更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说英伟达啊 他就是喜欢搞这些生态环境 然后时间久 这就是生态壁垒 别的厂商呢 想跟他竞争就很难了 接下来呢 就又提到了这个英伟达 在直播领域的这个动作 就是这个NVIDIA Broadcast 按照这的说法呢 就是说他把这个Tensor Core 给用上了 Tensor Core不是能进行 高速的这个科学计算吗 然后他通过这个呢 来加载他的这个AI模块 然后呢 来进行什么呢 进行这个降噪 还有这个虚拟背景 这些呢 就都是为了游戏主播服务的 这个NVIDIA Broadcast呢 也是就是在所有的NVIDIA设备上 都可以使用 在所有的这个英伟达的显卡上 都可以使用 这就又是个技术壁垒 就是呢 我把软件做得很好 但是呢 别的设备用不了 这个软件 整个这个新的NVIDIA Broadcast呢 瞄准的就是游戏主播 所以说英伟达啊 是真的很想赚主播的钱 再往下呢 就是给这个创作者 留了一小行 NVIDIA Studio 就留了这么一小段 这呢 就只是说了一些套话 就是说你的这个工作流程啊 然后可以变得更高效啊 什么的 估计啊 英伟达也是心里有数 就是大部分这些内容生产者啊 用的都是这个苹果 所以说自己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就是没说太多 但反正也是有一个提升 毕竟基础算力提升了嘛 再往下呢 他提了一些这个 GeForce Experience的一些更新 比如说这个一键GPU频率调节啊 还有游戏叠层啊 就是我们平常玩游戏的时候 就是那个实时显示帧数信息啊 CPU温度啊 GPU温度啊 GPU频率啊 这些信息的那个叠层 之前GeForce Experience 就一直有这个功能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哎呀 又提了一遍这个8K 他就是说他还支持这个8K视频录制了 这个还是挺恐怖的 就是说我一边玩8K的游戏 一边还是能录制8K的视频 这个的话资源消耗还是挺恐怖的 但是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个RTX3090呢 现在是实现这个了 他这也说了 就是完全不需要在额外买一块卡 专门用来录制 就一块卡就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搞定了 他这次其实他强调了这个8K这么多 我倒真有点好奇这个我们这个任勋同志啊 接下来是要怎么去推广这个8K游戏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一块应该就是他的这个捆绑销售了 就是说买显卡赠游戏的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一些常规操作 最后呢就是一段总结了 就是把刚才前面写的所有的东西 完整的总结了一遍 总的来说呢 就是游戏上的一些增强啊 然后还有这个AI上的一些增强啊 包括又强调了一遍 他这个AI要用来提升这个游戏主播的工作流啊 这些 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了一句这个总结语 就是说无论你是游戏玩家还是内容生产者 这个RTX30啊都是你的终极选择 然后最后最后呢 就是说了一下什么时间发售 9月17号 到这呢应该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然后最后呢 哦 最后这个地方有点意思 最后这个地方呢 他强调了一句啊 就是说他们这个30系列的卡呢 可以兼容3.0 PCIe 3.0和4.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为了体验他这个卡的性能呢 专门去把整个的CPU和主板啊全换一遍 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接下来这句话呢 就是杀人诛心了 他说了我们这篇文章啊 还有包括这个任勋同志做的那个视频里头啊 所有的性能表现都是在PCIe 3.0这个平台上得到的 为什么说这句话是杀人诛心呢 这个就相当于说呀 哎呀 今天呢 我把在场的各位都干翻了 但是呢 不好意思 我只用了一只手 这句话可以说基本上赶上当年那个莫秒权了 莫频秒杀别人全家那个 那看到这呢 总结一下就是这个30系列啊 的确是一个提升很大的一个系列 然后这一代呢 我预测啊 就是说3060应该会是一个爆款 这个呢 会直接标志着全民光追时代的到来 这个是我对这一代的一个判断 因为什么呢 从现在这个提升来看啊 3070不是说已经干掉这个2080TI了吗 那就和10显卡更发布的时候很像了 那要这样的话呢 就意味着3060啊 很可能就要打掉这个2080 这样的话呢 那也就意味着3060这张甜品卡呢 能够实现一个1080P下一个流畅的 一个完整的光追的体验 从这呢 我们也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了 就是整个RTX这个系列啊 它从20这一代呢 开始改名这RTX 整个这个RTX战略呢 就是说20我先打个样 然后价格比较高 30呢 我再开始推普及 我再开始瞄准整个大的市场 接下来英伟达的表现呢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行 那那个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了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我越安安静静的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总是会有人在歌唱